大家好,今天想大家講講華為手機各種零部件都想國產化 現在開始自然攝像鏡頭, 涉及從晶圓到芯片全套流程 另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現在真的開戰 測局背後的原因與美國想搞的沙特與以色列和解很有關係 可能是因為美國的魯莽行動打開了潘多拉盒子 地球並不平靜, 澳大戰爭打了一年多尚未結束 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戰爭又開始了 當巴勒斯坦人突破格尼牆進入以色列城市發動襲擊時 外界由於對以巴衝突的麻木, 以為這又是另一場以巴衝突而矣 不過隨著大量相片和視頻傳出來才發現不對路 大量以色列人死傷的畫面曝光後, 大家試知道這是一場真正的戰爭 以這場戰爭是發生在1973年, 屬最日戰爭50周年之際 在10月7日, 巴勒斯坦加沙特地帶武裝組織哈馬斯 突然間對以色列發動代號阿克薩洪水的軍事行動 在20分鐘內向以色列發射了至少5,000枚火箭彈 另外大約有1,000個武裝分子從多個方向滲透以色列境內 這個行動打到以色列措手不及 他們在西部的加沙特地區一直將巴勒斯坦人隔離在圍牆之內 他們從未估計到巴勒斯坦人會突破圍牆 在入以色列人墜居地區發動攻擊 這些巴勒斯坦哈馬斯武裝人員 除了襲擊加沙特附近的以色列城鎮外 還攻擊了一處近加沙特沙漠 那裡正舉行大型的音樂節, 結果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救援組織說在音樂節活動現場已經找到第260具屍體 社交媒體視頻顯示, 哈馬斯武裝人員 矯鑼以色列探黑等軍事裝備 在以色列城線內開駕鋪車游蕩 並且向以色列人開槍 哈馬斯一個高級官員說 他們已經俘虜了包括以色列高級軍官在內的一百多個以色列公民 以色列可以說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 連高級軍官都被哈馬斯露走 這就令以色列處於一個相當尷尬的處境 第一, 起終日發生一天之後, 以色列還未完全收復 被哈馬斯佔據的以色列城鎮 第二, 由於有過百名以色列軍民被哈馬斯俘虜了 傳聞以色列正透過埃及想和哈馬斯談判 叫哈馬斯釋放俘虜 第三, 以色列雖然對加沙地帶空襲還擊 但暫時也沒有很有效的復仇方案 事件除了令人關注以色列的情報失誤和軍事失能之外 更令人懷疑哈馬斯為何要在現在發動攻擊 因為第一, 以巴軍力懸殊 哈馬斯其實無法獲得長久勝利 第二, 以色列必將報復 巴人也要付出一定代價 第三, 加沙地帶可能失去自住權 在1994年, 以色列將加沙地帶的自住權交給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管理 而在這次衝突發生後, 紐約時報就引述以色列官員說 以色列可能將徹底改變過去只是斬首哈馬斯領導的反擊戰略 只是針對哈馬斯領導所在的位置發動攻擊或攻擊哈馬斯的軍事據點 而改為全面佔領加沙地帶 恢復1994年之前的狀態 哈馬斯看著上述幾項可能要付出的重大代價 仍然要發動攻擊有兩方面的可能 第一是他們思想激進 覺得如果沒有激烈的行動 當年以巴和解 承諾讓巴人建立國家的兩國方案永遠不會實現 而所謂兩國方案是以巴衝突的政治解決方案之一 這個方案主張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兩個民族 即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建立兩國不同的國家 即是以色列 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 和另一個以色列國並存 自1990年代開始 兩國方案成為美國政府推動以巴和談的國策 而以巴的確也曾經一度和解 在1992年 拉賓當選以色列總理 他是相隔15年後再度主政 一年後到1993年 由拉賓領導的以色列執政工黨政府 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伐特 直接簽訂奧斯陸協議 達成初步和解 最初以色列大眾都廣奮支持奧斯陸協議 但在協議簽訂後 巴勒斯坦地激進哈馬斯組織 就繼續對以色列進行攻擊 而在1995年11月4日 以色列總理拉賓也遭到一個極端的以色列民族主義者刺殺 以巴和解又逐漸陷入僵局 巴勒斯坦見過的訴求一直都沒有實現 所以哈馬斯可能又按耐不住 要發動更具殺生力的攻擊 第二個原因可能和中東變局有關 早前中國拉朗沙特和伊朗外交關係正常化 美國看完心就酸溜溜 因為美國一直覺得自己是中東霸主 不想中國插一隻手下來 於是美國就極力拉攏沙特和以色列和解 拜登覺得這是更加重大的外交成就 而沙特就相當重視怎樣處理巴勒斯坦問題 就作為沙特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前提 相信由哈馬斯到伊朗都不願意看到沙特和以色列和解 不願意看到美國可以達成目標 如果這樣搞戰爭再起 以沙關係正常化就變得遙遙無奇 竟然是美國插手搞局打開了潘多拉寶盒 後果就適得其反 未來以色列戰爭將會十分血腥 另外我想講講華為開始自己研究 攝影機鏡頭的相關技術 近日有網上爆料說華為正在自演CMOS圖像傳感器 而且是全流程的 涉及從晶圓到芯片 而且在部分工藝上還有創新 華為何要自演CMOS圖像傳感器呢? 其實還是那個不想被人卡頸的原因 早年華為在手機的攝影機上面 和Sony索尼合作 並且在Mate 30 和P40 這兩款手機上 用了索尼最先進的CMOS傳感器 IMX608 從而獲得相當好的拍攝體驗 後來因為美國的制裁 索尼也停止在華為供應高速的CMOS傳感器 但手機產品的影像能力非常關鍵 也是華為發力的重點 所以自演CMOS傳感器就正常不過了 而且華為在這方面並非從零開始 剛剛講過的索尼經典的IMX608 並認為是最出色的超廣角傳感器 Mate 30 搭載了它 支持拍攝四機視頻和超高速的錄像 性能強悍之極 當然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 除了CMOS傳感器之外 和華為自然的圖像訊號處理器 ISP和相關技術也有很大的關係 而且關鍵的是 有消息說IMX608的技術構型 是由華為設計的 換句話說 華為在開發CMOS傳感器方面 已經有充足的經驗和技術積累 而這次傳出華為自然CMOS的消息 對於索尼來說自然就不是好事 本身因為美國的限制 索尼已經失去了華為這個大客 當下華為在核心手機芯片上取得突破 不過它的新手機銷量肯定與日俱增 索尼只能夠眼白白看著 完全沒有任何賣貨給華為的機會 同時華為一旦實現了超高性能 CMOS傳感器的研發 或者會改變這個領域的現有價格 即使是其他國家手機生產商 不用華為的CMOS 但當華為大量進入市場 大量增產的時候 產業面的相關企業都會受益 其實國產的CMOS早就有人做了 現在已經做到頂尖的水平 例如去年華為科技發布了一款 2億像素的CMOS傳感器 華為科技成立於2002年 僅處於索尼和三星全球第三大CMOS抗商 合作客戶包括小米、榮耀等等 有很強的技術實力 但即使是這樣 國產CMOS的整體市場佔有率 仍然處於落後的局面 如三星、蘋果等佔據全球市場份額的手機廠商 是不會使用中國廠商生產的CMOS 所以國產廠商只能依靠內循環 可以說國產CMOS行業的發展困難重重 2002年甚至出現下滑的勢頭 但這次如果有華為進入 勢必會帶動整個行業進一步發展 尤其在研發投入、產業鏈打造方面 只有各個方面都提升了中國CMOS傳感器的競爭力 才會隨著提升 另外還有需要注意的是 提到CMOS 大家可能會想到手機、數碼相機 其實隨著萬物互聯的時代到來 CMOS傳感器的市場空間極大 例如新能源汽車、工業自動化、智能家電等眾多領域 都可能需要用到攝像鏡頭 也需要用到CMOS傳感器 所以國產CMOS的發展空間還是非常大 而且CMOS傳感器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生產製造無需高端的芯片工藝 22納米就可以滿足當日最先進的CMOS 也可以說CMOS國產化可以做到自主可控 以華為的技術實力 可以發出一個世界頂流的CMOS傳感器 我估計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並且沒有任何人有辦法對它進行限制 結論的是 第一 華為是一個又一個領域突破 不單要國產化還要自行生產 第二 接下來應該像國外的CMOS傳感器廠商 例如索尼會感到手藤腳震 另外 起石樓台的時移化評論會講到 國內的首位超級黃金周結束 報出來的數字說 旅遊的收入低於預期 是不是真的那麼差呢? 歡迎大家到石樓台看看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鹿羽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鹿羽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